在實施了3年的新冠防疫限制入境措施後 中華政府宣布重新接納外國遊客到中國旅遊 中華外交部領事司週二宣布從週三開始 恢復審法外國人國內附華簽證 包括旅遊簽證 並恢復接納2020年3月前簽法 仍然在有效期內的多次往返簽證 同時恢復海南入境免簽 上海郵輪免簽等此前提供過的免簽措施 此舉預計會幫助重振經濟